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家黄喜餐厅 来头可不小哦 背后坐镇的可是中国十大名厨之一的黄永之先生 江湖人称智哥 现在我们常吃的羊汁甘露和XO酱都是由他首创 坐镇上海店的是他的得意门生 带来了正宗的香港味道 像是石窝烧枝包 带着石锅滚烫上桌 彰显香气 客家鹿鹅 鹿是指忙鹿 因为为了入味需要在锅中不停地淋汁一个小时 还有雪岭鹅干包 低温蜜汁叉烧 都是在外面吃不到的做法 但如果说到便当的话 大厨向我们推荐了这一道菜 广东人差不多都是喜欢吃这个荷叶饭 这个味道就是 也认可你家里面那些人那些口味的那些材料也是 没有一定要什么什么的 就是家里面家人喜欢吃啥我们就放啥了 荷叶饭是广东人每到过年桌上必会出现的美食 每家都有自己的配方 南北朝史话中曾有记载 公元557年 梁朝史兴郡太守 奉命陈冰金口 敌于北齐 梁氏不济 当地民众就把荷叶饭送上前线 支援陈冰打了胜仗 看来古时候开始 荷叶饭就是外出携带的方便美食 今天大厨就把做法教给我们 第一步我们就是先将虾仁 菜粒 胡萝卜粒 飞一飞水 先将虾仁 胡萝卜和菜梗焯水备用 然后炒冬笋和香菇 一开始我们这个冬笋粒跟这个冬菇 先不用放油去炒 因为不放油才把两样东西把它炒香 变香 冬笋和香菇出锅备用 然后大火炒香猪肉粒和鸡肉粒 不同的食材处理的方式也不同 这也是广东大厨的讲究 火大一点没关系 如果太小煎不香 煎成表面金黄色后取出备用 煎成表面金黄色后取出备用 一边一边冬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